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店长 我们怎么回去 打车回去还是坐公交啊 打什么车啊 这里离公司也不是很远 让茉莉开车来接我们就好了 茉莉 我和小刘在警察局旁边的小公园 你现在再不在店里 没什么事的话 开车来接一下我们 好的店长 现在店里不忙 你们稍等一会 我马上过来 咱俩在这里等一下吧 那个小刘 你说你是出马弟子 能跟我说说你们这个职业吗 早上见到我身上的黄鼠狼之后 到现在我都感觉自己跟做梦一样 嗨 店长你别说 我自己都感觉跟做梦一样 其实出马弟子也是正常人 没什么区别 其实我成为出马弟子时间也不长 也没有什么法力 不然我就硬钢老道士了 其实你已经很不错了 比如你和田浩在老道士家安装监控 就做得很好 虽然有点窥探别人隐私 但这里是沙雕动画 所以还是很机智的 从你来面试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错 现在看来 我的眼光还是没错的 店长 你就别夸我了 我都不好意思 咦 那是不是你的车来了 对 是茉莉 这丫头办事还挺快 这里 茉莉 我们在这里 有远 不对劲 快走开 店长 危险 快躲开 啥 你说什么 怎么回事 茉莉 你撞到店长了 小刘 店长 店长不会被我撞死了吧 还有气息 赶紧打120 快 医生 现在怎么样了 病人目前的伤势比较稳定 只是轻微骨折 幸好当时在草地上 不过病人下得不轻 情绪现在刚稳定 你们可以进去看看 但是不要大声喧哗 店长 你没事吧 我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才都好好的 到了公园那里 刹车就忽然失灵了 奇了怪了 哎呦 疼死我了 茉莉 你是要撞死我啊 咱们可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啊 店长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忽然之前车就失灵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哎 我都躺在病床上了 对不起有啥用啊 幸亏只是轻微骨折 没什么大事 不过这几天我可能就去布鸟店里了 你就在店里待着看店吧 然后小刘 你和田豪这几天就先把早上派发的任务完成 知道了店长 你安心养伤 柳峰 我感觉很蹊跷啊 茉莉怎么会开车撞店长的 不知道 但是刚才车来的时候 我也感觉有点不对劲 应该试着被人动手脚 应该就是老道士做的 我之前还提醒过你们 要时刻注意的老道士的报复 这个家伙不简单啊 现在他还在暗中 你们要更加小心了 嗯 知道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 茉莉姐你先别难过了 还有店长 今天这车忽然失灵 我觉得很不对劲 刚才我问过身上的大仙啊 他说车来的时候 有一股很不寻常的气息 应该是车子被人动了手脚 这肯定是来自老道士的报复 我们坏了他的好事 所以这段时间 店长还有茉莉姐 大家都要当心点 可别再出岔子了 一定要小心 小刘 你是说有人故意要伤害店长吗 可能是店长 也有可能是我 毕竟老道士害人的事情 是我们发现并且报警的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小刘 那我们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你们先注意安全吧 明天我去山上问问领堂先生 领堂先生是什么 领堂先生意思就是我的师傅 这么跟你说吧 我的师傅也是一个会法术的人 到时候问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好啊 小刘 那这几天就辛苦你了 没事 这是我应该做的 那个茉莉姐 你看护一下店长 我去上个厕所 老人家 你怎么在这哭啊 发生什么事情了 小伙子 你能看见我吗 老婆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优远 这个老婆婆是个鬼 你你你别过来 老婆婆 你有什么事吗 我们无冤无仇的 你别搞我呀 小伙子 我没有恶意的 我只是确定一下你能不能看见我 我看到你身上有一条蛇 所以我就好奇过来确定一下 你的确能够看得见我啊 小伙子 其实我已经死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老婆婆 你死了找我干什么 小伙子 因为只有你能看见我并且和我说话 其他人都看不见我啊 哎 我正在手术室里面 医生们正在抢救我 可是失败了 小伙子 我是心脏病突发 送来的比较匆忙 这一上手术台 也没成想就下不来 很多后事我都没有交代 所以我想问问你 你能不能转达给我的家人 我擦 店长的事情还没解决 怎么又来个老鬼 虽然我是出马仙 遇到这类事情可以过去因子 但现在老当时的事情 老度我头都大 到底帮不帮我 刘远 就传个话而已 应该不耽误时间的 帮助鬼魂的因德还是很有价值的 我建议你试试 小伙子 这件事情我不会让你白忙活的 我要对我儿子说的是 我有一笔私房钱 总共一百多万 你只要将这笔钱的位置告诉他 放在那里 他自然能找到 到时候你跟他说 让他给你十万块的好处费 他也一定会给的 这样的话 也算是给你的报答 小伙子 你就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家伙 就帮帮我吧 什么 十万块钱 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老婆婆 这件事情我可以帮助你 不过 小伙子 总共就一百万 再多的话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